云林斗六福茂科技公司新建工厂 大规模的阴架倒塌 造成两死三伤 其中科兴死者先生就痛批 工程设计在人行道旁边 却完全没有安全措施 门口警卫也没有及时拦阻 根本就是人为疏失 死而儿子昨天上午时回到事故现场 难过表示 全家才替妈妈提早庆生 没有想到乳经天人永隔 昨天校警察官是二度前往勘验 阴架突然又从天而降 差一点就砸到人 整起案件不排除潮 过时至死罪来森办 倒塌现场检察官再度到场勘验 阴架突然又从天而降 险些砸到人 大概什么时候会拆完啊 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 然后做二次的确认 目前在森办当中 不只检察官一早治安署 也前往稽查 发现固定阴架的碧连杆材质有问题 不符合国家标准 当场对承包商开罚三十万 碧连杆就是应该有国家标准的规定 但是他现场这样没有用到国家标准 那个风数大概最高是多少 这个他们施工大会本来就是要去调查 去设计 这个不能说完全是强风的问题 硬架出包营造公司跟着被棋底 从2016年至今有六起造罚记录 其中有四件都是外墙施工架 工作台等场所 未设置防护设备 死者丈夫无法接受 认为妻子枉死人为害命 死者儿子一早也从营区回到事故现场 伤其两天前全家还一起吃饭 忍不住哽咽 客信死者47岁福建籍 韩先生结婚23年育有三子 最小才9岁 在福茂科技上班已经十多年 下班后还得包办家里大小事 原本预计8月要回中国探亲 不料却在生日前夕发生意外 如今老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 将赶来台湾见女儿最后一面 即使公司第一时间也承诺 恢复起应付的责任 但对死者家属而言 再多的道歉赔偿 也换不回最亲爱的家人 记者郭正义云林采访报导